大家好,這裡是咪咪與咪媽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 戰爭來的那一天 本書獻給那些孤獨無一的孩子 以及對他們伸出援手的人 戰爭來的那一天 花兒靜靜的在窗台上 爸爸哼歌哄弟弟睡覺 媽媽幫我做了早餐 親親我的鼻子陪我走路上學 那個早上我認識了火山 唱了一首蝌蚪變青蛙的歌 還畫了一張小鳥的圖 然後午餐一結束 戰爭就來了 一開始 只像一陣冰雹散落 然後是打雷聲 很快的眼前全是煙灰火焰 還有一堆我沒聽過的聲音 還有一堆我沒聽過的聲音 我要告訴你 那個黑洞 原本是我的家 但我說不出口 我只能說 戰爭拿走每樣東西 戰爭 帶走所有的人 只留下我 孤零零的 身上流的血 衣服 也破爛了 我開始逃跑 天氣又濕又冷 到處是泥地 我徒步穿越一片又一片的田野 一條又一條的馬路 和一座又一座的山 他爸爸媽媽在這 所以他說他孤零零的 我擠在卡車後頭 換了幾台公車 我搭乘的船 會滲水 差點沉入海底 我爬上海灘 有幾個嬰兒 臥倒在沙子裡 我不停逃跑 跑到不能再跑 直到一處塞滿小棚屋的營地 我在角落 找到一條肮脏的毯子 和一扇會在風中 咔啦咔啦響的門 可是 戰爭一路跟著我 他在我皮膚底下 在我眼睛的後方 他還闖進我的夢裡 他 已經佔領我的心 我不停地走 想把戰爭甩開 想找一個 他沒辦法到達的地方 可是 當我沿街往下走 戰爭就是有辦法 讓大門緊緊關上 也有辦法 讓人們 面無笑容地 轉頭離開 最後 我來到一間學校 我從窗戶外頭看進去 他們正在認識火山 唱歌 畫小鳥 我往裡面走 走廊滿滿是我的腳步聲 我把門推開 所有的臉 都看向我 只是 老師的臉上 沒有一點笑容 他說 你看 這裡沒有空位 沒有半張椅子給你做 你必須離開 我明白 就在那時 我明白 戰爭 也到達這裡了 我們一直 這裡要沒有站在 但是 沒有他可以 留下來的地方 我轉身回到小棚屋 找到那個角落 他那條毯子 看起來 戰爭 已經奪走全世界 還有所有的人 那邊不是還有人嗎 就是說 因為那些都不是他家人 也不是他朋友 他們覺得 不一定要幫助他 這樣子 碰 的一聲 我以為 是風撞開了門 但卻傳來一個男孩的聲音 我帶了這個給你 他說 這樣 你就可以來學校了 那是一把椅子 一把我可以坐在上面 認識火山 唱歌 或小鳥的椅子 一把能將戰爭 從我心裡趕走的椅子 他笑了笑 又說 還有 我的朋友們也來了 所以 這裡 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學了 棚屋裡的小孩都來了 我們一起走著 他像一條用椅子排出來的路 一步一步的 把戰爭推回去 1016年春天 英國政府拒發出 庇護權給三千個沒有家人陪伴的兒童難民 同時 我還聽說這麼一件事 有學校拒絕難民兒童 理由是沒有椅子 因此 我寫了這首詩發表在衛報網站 詩配了一張空椅子的插畫 是由杰基莫里斯和派 荷拉查刻畫的 發表後 上百成千的人 也在網路社群上 分享各種空椅子的圖畫 大家都想為那些失去依靠 沒有地方去 也無法受教的孩子發生 我希望我寫的故事 能提醒人們 仁慈力量的存在 依著它 我們便能給出一個更好未來的 想望 今天的故事 戰爭來的那一天 希望能夠感動大家 今天的故事說完囉 拜拜 不喜歡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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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